9月7日 阿富汗塔利班宣布组建新政府 发言人穆贾西德在记者会上公布人事安排 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将以最高领导人艾米尔的身份领导国家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随后表示 美国不急于去承认塔利班刚刚宣布的阿富汗新政府 世界将关注他们是否允许美国公民 是否允许想离开的人离开 以及他们如何对待全国各地的妇女和女孩 在普萨基发表上述言论之前 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6日曾表示 承认塔利班政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塔利班发言人沙辛同日表示 塔利班方面已准备好与美国建立关系 还称欢迎美国参与阿富汗的重建工作 上周引发了世卫组织警惕的新冠变异株 Mil迄今已经攻陷全美49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 及内布拉斯加州尚未报告这一变种的感染病例 其中加州感染Mil毒株的病例最多 至少有384例 洛杉矶县公共卫生部门的一份声明中写道 Mil毒株的传染性更强 并具有能逃脱某些抗体保护的潜力 然而仍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 Mil毒株是否比其他变异毒株更具传染性 更致命或对疫苗和治疗的抵抗性更强 纽约市长白思豪9月7日签署行政令 允许在飓风爱达中受灾的民众和小商业者 在申请维修房屋或店铺时免缴维修许可申请费 市府还将扩大临时住所服务 让在飓风中房屋受损而无家可归者暂时入住酒店 无论是否有合法移民身份 此外市府也将提供免费的水管维修服务 9月7日上午 一辆汽车撞进洛杉矶韩国城的一个无家可归者营地 造成私人受伤送医 洛杉矶警察局助力局长安东尼·麦克奈特称 撞到营地的那辆车先是与另一辆车相撞 随后失去控制冲向了人行道 医护人员最初确认了5名伤者 其中一名仍被困在车下 麦克奈特表示 当救援人员到达时 这名身份不明的65岁男子还清醒着 但他的腿被车压住了 洛杉矶消防局的一个重型救援设备赶到现场 移开车辆救出被困的伤者 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萨尔瓦多9月7日成为首个 将比特币当作与美元并列的法定货币国家 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克尔表示 该国利用周二比特币下跌机会 又买入了150枚比特币 目前共计有400枚 此举可使海外的萨尔瓦多人将钱汇回国内时 省下数百万美元的汇款佣金 与此同时 萨尔瓦多政府还发布了一个名为 Trivo的比特币钱包 它将为比特币在该国的采用提供支持 但调查显示 萨尔瓦多人对使用比特币持怀疑态度 他们担心比特币的波动性 批评者说 这可能会增加金融机构的监管和财务风险 来关注下中国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考古新发现 近期三星堆三号坑再次出土一件青铜神术 据悉今年三月份 这件青铜神术残剑就在三号坑约中心位置露出一角 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 神术的树干和神术上的太阳轮装饰物完全泄露出来 神术的树枝花雷等构建也在它周围相继发现 由于神术的树干和两根象牙紧贴在一起 象牙又和其他的文物叠压着 直到今年7月15日 前后耗时四个月才终于将它提取出土 据了解 三星堆出土的神术则由青铜铸造 为世界罕见 这些神术上通常著有鸟 龙 人手鸟身像等 另外三星堆古属人很可能还在神术上挂了许多挂饰 使每一棵神术都充满神秘色彩 学生的神术都充满神秘色彩宝宝 互 battle